过去神准预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印度神童阿南德Apedia Anand 近日在发布影片预告,直言6月20日后将掀起一股世界之乱,再爆发新一波疫情 同时他也曝光下一波疫情爆发的国家和时间点,而且还在影片中提到台湾 印度神童阿南德最新预言曝光,早在10月初警告接下来时 11、12、3个月不平静成真 世界最大火火山,毛纳罗亚火山爆发,离太院万圣节踩踏惨剧158人死亡 被害试射洲际飞弹飞弹,俄罗斯对基辅发射飞弹,中国疫情升温 爆发抗疫风控白纸革命,前领导人将,泽民死亡 台湾九合一大选民进党惨败,且一投完票发生规模5.5地震 地缘政治,气候灾难,地震,潜汗,洪水,火山爆发,通货膨胀 疫情持续影响世界,小心六件事 印度神童阿南德阿佩格阿南德发布的最新预言影片 在抛下震撼弹,表示2023年4月开始持续一年半时间 将经历一个对人类各个不同方面的巨大过渡 经济等三大方面亦会有很多问题 但阿南德同时提到一些积极因素会显现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的周期正在慢慢瓦解 意味新冠肺炎疫情或有曙光 印度神童阿南德阿佩格阿南德发布的最新预言影片中 先提到土星和火星合相结合 以及与卡拉萨尔帕瑜伽卡拉萨尔普悠格 印度星盘重叠问题 阿南德指出 2022年2月18日发生了非常重要 及意义重大的占星事件 就是火星和土星两种行星力量结合 而从历史看到 每当土星和火星力量聚集 世界就会有重大的重置 包括经济、社会、政府、人类之间关系 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等 例如发生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除了土星和火星力量结合 卡拉萨尔帕瑜伽亦在4月底到达高峰 另两种情况出现中等程度重叠 而这个组合几乎影响了人类每一个领域 当中经济就是未来6个月将受到影响的领域之一 印度神童阿南德在最新预言中指出 12月的第二周 世界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没想到又被它说中 被点名的两国果然都出大事 包括大陆陕西省西安市 因爆发Delta社区感染而封城 以及美国罕见的出现30个龙卷风 由于预言成真 让不少民众害怕 此外阿南德还警告 明年的3、4月要特别小心 阿南德日前预言 今年12月10日之后会发生很多问题 除了疫情之外还有天灾、洪水、饥荒、极端气候等灾难 并点名大陆与美国可能受到影响 果然进入12月第二周左右 新变种病毒Omicron在国际间扩散 大陆西安市因疫情再起而封城 美国也发生龙卷风等天灾 除此之外 还有印尼东爪哇省火山爆发 台湾、日本、碧鲁、印度等国家接连发生地震 大陆、河南、德国、印度等地区都因极端气候而发生水灾或大洪爆发等天灾 他称由于人类依旧不重视保护环境 甚至还为一点资源大打出手 日后地球上的极端天气会更为频繁地出现 要知道2022年这一整年 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灾难 比如极端高温天气 贫乏的山火 以及超级大洪水 这些都几乎是数十年来罕见的现象 但却发生在了同一时期 令人们隐隐感到不安的是 阿南德看到这些极端灾害在2023年 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并且在2023年上半年 全球一些地区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水和飓风 至于地震和火山爆发的频率很有可能也会增加 虽说阿南德这方面的预言听上去 更像是在湖边乱造 但我们如今不得不防啊 毕竟有2022年的教训在前面 阿南德还预测了一些国家 明年的粮食收成会出现问题 这将导致许多国家发生饥荒 有人称这是阿南德瞎编不出更好的预言了 也有人认为阿南德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时刻让我们民众保持警醒的状态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全球很多地区都有可能真正爆发粮食危机 就连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都在此前公开表示 我们人类或将面临二战之后最大的一次粮食危机 世界上随着俄乌局势的不断深化 乌克兰境内的大量耕地和储备粮食都丧生在了战火之中 同时受此影响下的很多西方国家 今年进口的小麦数量都大幅下降 再加上自然气候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以至于有些国家甚至无法确保 今年国内的粮食安全 而随着全球粮食都陷入紧缺局面 又触发了小麦这种重要农作物的市场价格飙涨 此前埃及政府作为一个高度依赖 而乌两国小麦进口的国家 甚至直言他们已经快买不起小麦了 因为如今的小麦市场价格较之去年 整整翻了一倍以上 这是他们这种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 所难以承担的价格 如果照这种形式发展下去 那么要不了多久人们看到的将是一个 到处都在挨厄的世界 尤其是一些长年落后的地区 还会因这场粮食危机爆发严重的饥荒 除此之外 阿南德还表示 人们迈入2023年之后 整个世界格局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届时美国在全世界仗势其人的行为 只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阿南德的预言中特别提到 地缘政治影响最为严重 像是大陆与印度 台湾 日本及韩国等多个亚洲国家的关系 还有俄乌战争爆发后 控引发全新的冷战时期 但他同时强调 尽管将发生震撼世界局势核心的事件 短期内会对世界不利 但长远来看却是力大于弊 阿南德最后重申希望人们明白应该尊重大自然 以友好和繁荣方式共存 而不是逆势而上 不过阿南德预言亦非全部成真 部分受到质疑 例如他预测2020年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并指出参与国家为美国 伊朗 印度 即巴基斯坦 但总观2020年未有发生相关事件 另外 阿南德曾预测2021年2月 或发生经济崩盘等大灾难 为虽然全球股市有大幅波动 但仍然处于高位 所以预言这回事 只供参考 这 tyr rece测 未能 未能 未 未 Will 感谢观看